话题讨论之前呢 要赶快先跟大家做一个最新的外电快报 那就是呢 在刚才看到有路透社的消息 指出南非总统办公室表示 经由双方的同意 俄罗斯总统普丁 他不会出席下个月 在南非举行的金砖峰会 好再重复一次 就是根据路透社的消息 是南非表示经由双方同意 普丁不会参加金砖峰会 这是刚刚的最新讯息 是不是有人说松了一口气呢 好吧 来我们今天首先来谈谈这个吧 这个美国的气候特使John Kerry 仍然还在持续的访问行程当中 很多的见面的这个会晤 其中呢在今天有包括 这个与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会面 然后你就听到呢 凯瑞在开场也有讲 要致力与你们密切合作 希望有助双方的总统 参与APAC能够获得实质的成果 所以根据报道 凯瑞就是在指今年11月份 即将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 APAC领袖峰会 那么当然他所指的就是这一点了 好那我就先请教一下 帅将军 所以搞了个半天 其实凯瑞这次 他很关注的就是 大陆领导人习近平 到底要不要去参加 在美国旧金山所举行的APAC峰会啊 这个跟前面叶伦摆的玩的戏一样嘛 就是不断的在人家门口晃嘛 开会 那个气候问题是一个晃子嘛 要借个由头 因为气候恶劣大家这个 这个是全世界的共识嘛 那中国大陆怎么好意思说 我不让你来呢 对不对 而且中国大陆的理由很简单 这个气候恶劣是 这工业革命以后这200年 积下来的碳嘛 你叫我一个人把它吞了吗 那我们凭两眼讲 你看中国大陆在戈壁沙滩也要种草 各个都市在搞绿化 那他很努力在搞啊 问题是说 他14亿人口排碳的问题 跟你怎么谈呢 你们是工业国家排了多100年的碳 今天叫我来消化 所以这个议题没什么好谈呢 谈的问题就是 你是周瑜 蒋干到周瑜营房里来嘛 就是要拜协会嘛 所以这个东西 也是回头土脸出去嘛 美国就在制造一个 你看大陆不讲理 我派了这么多国家重臣去 都要不到一个答案 对不对 那中国大陆说 你在背后插我两肋插刀插在我背上 我还跟你谈什么 你今天进这个明天进那个 你恨不得我马上死了 对不对 你拜登如此 川普更厉害啊 那我中国跟你怎么谈呢 显然不管你们两个一个联人 一个重新选上 对我中国都是这种态度嘛 所以我预期中国态度是会越来越硬了 不会跟你有什么好的好果子吃的啦 好 当然这个这次呢 这个虽然说是气候特使 但是John Kerry谈的可真的不只是气候嘛 我们一直在质疑这一点 不过现在当然啦 一方面他很关注的就是 习近平到底会不会不去APEC APEC峰会 如果真没有了习近平的话 那这会议到底要怎么开呢 顿时会失色不少吧 可是你说美国的官员 是不是很喜欢谈新疆啊 赖老师我们看到呢 连他都要来谈谈新疆 不是谈新疆人权啦 谈的是新疆的气温 他说什么呢 他告诉李强说 今夏气候可能变更糟 还提到新疆在上周日 曾经测到摄氏52.2度的高温 当时李强还对此纠正 说这可能并不是官方的数据 但我就在好奇了 如果说这个李强呢 这样子讲是不是有点太客气 因为呢 他可以直接的就来反问一下 John Kerry说 对 如果说新疆真的有 52.2度的高温的话 那要不要来看一下 美国的Death Valley 这个国家公园死亡谷那儿 可是被测到了54度 甚至是更高的温度 好多人都还在那边干嘛 在那里拍照打卡啊 现在是在比热吗 整个地球热得像一个火球 而且有些地方真的已经到了 人类的极限了 有人说如果再过60几度的话 因为有些地方已经 像伊朗已经到60几度了 他们说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是人类体能上能够负担的 最大的一个限度 所以必须要为整个地球要降温的 这确实要做 但是我觉得李强讲得很明白 他说你必须要做好两件事 第一个就是你们这些G7 也就是高度工业化的富有的国家 你们要做表率 马上要采取行动 不要又是一张嘴 要做动作 第二个呢就是 就是在巴黎会议的时候 你们承诺 你们要对于 这个整个地球的温度 你们要负起主要的责任 你们要拿出钱来啊 钱 这个钱 那也就是说 这个钱要到位啊 你们到今天都不拿钱出来 那这个是成何体统嘛 也就是这个叫做为德不足 也就是说 第一个你们不做表率 第二个你们不拿钱出来 就是一张嘴一直讲 当然我是把李强 那个官方的客套话 我把它讲成大白话 就是这么的简单 如果听懂的话 就知道这很难听了 那凯瑞很有趣 他讲的说 如果你要美国人对你好一点 也就是说气候的问题 定义了中美的关系 那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现在中美的关系不好 但是你气候这个部分 你肯让步的话 那我们美国可以对你好一点 我觉得讲这句话我就 就不太清楚了 谁稀罕你 美国对我好还是不好 这个才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嘛 所以我觉得 John Kerry 对他本身还是没有搞清楚状况 第一个他已经向美国国会承诺 他不会拿出一毛钱来了 那请问他来干什么 是啊 那他来了你刚刚讲了嘛 他的目的就是说 习近平要不要去啊 是啊 会不会跟拜登见面啊 那他是充满了期望 可是现在的情况是 习近平会不会出席不一定 第二个 会不会跟拜登双方的会谈 不一定 而且美国的评论员都已经说了 如果习近平出席 而没有跟拜登双方会谈的话 这就是拜登外交上的壮大挫折 是 因为他是主办东道国 对啊 而东道国他最重视 而且影响最大的全世界两个大国 而中国没有打算 要跟你拜登会谈 那你这个拜登 难道不是一个很失败吗 对啊 那这样这样听起来就变成说 这些官员想要也要不到 那拜登让他们去 去跟这个大陆的高官来沟通 结果呢弄到最后 不要说是连大陆领导人习近平 真的去一趟APEX峰会 都只是给给拜登面子了 因为呢 连对话都懒得有一对一 那不是真的非常的难堪吗 再来你讲到气候 哇最近他这个你们在哪里啊 我很想知道你们那边是不是很热啊 这个气温有没有冲到摄氏40度以上呢 因为刚刚寒冰我们讲了很多 你看啊除了这个Death Valley 当然他常有时候夏天就是这么热啊 热到五十几度 凤凰城Phoenix这边也是连续19天 摄氏43度 这是非常之炎热的一个高温 那另外一方面 这边是我刚刚讲到 你知道真的很多人跑去那边打卡 这个就是Death Valley 再来还有像是凤凰城 说有12个人死于高温 居然有中暑患者得糖尸带来降温 更不用说有人是闷在这个客机的机舱里面 结果呢还被什么 因为昏倒被用担架抬下来 这实在是非常的夸张 哇现在这个热浪是席卷了全球 韩冰 这个其实最近真的是很热 因为台湾也破40度了 所以这真的是受不了 那在这种状况下 其实人没有别的办法 就是尽量的避开阳光 然后能够开冷气 我什么该开就是要开 那除非你真的怕 怕没有电 或是什么其他的状况 但在飞机上 这是非常奇怪的状况 你飞机因为 因为某一些状况 会延误这难免的事情 可是难道当时飞机 是整个电力全部丧失了吗 如果没有的话 它怎么会是完全没有开空调呢 对就叫乘客乖乖的等待 飞机的里面 这是完全不可思议 而且你看影片上 它那个荧幕它有量 表示有电啊 你并不是没有电啊 那是空调故障了吗 还是什么状况 如果空调故障 其实机长应该要 立刻让乘客下机 不然的话 这是一个密闭空间 对啊 就算外面没那么热 里头闷也闷坏了吧 所以我觉得 这完全是处置失当 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错误 这些乘客是可以 跟航空公司求偿的 那这个机长当时 为什么会做这些处置 因为听说 他自己的空服员都昏倒了 然后都送医了 所以这是完全离谱的一个状况 这是绝对不可以发生的 我觉得 这是现场处置的一个问题 但是在温度这么高的情况下 说真的 很多人是因为省钱 不想开冷气 那台湾已经有好几个 尤其都是一些老人家 想说省钱嘛 所以就不开冷气 结果到最后就是送医院 那我真的觉得 大家真的不要为了省了一点钱 就去虐待自己 让自己送医院 花的钱百倍更多 而且如果你在国外的话 台湾还有健保 你在国外的话 一送医院 那个是不得了的天价 是啊 千万不要开自己的玩笑 该开冷气还是要开 好 不过刚刚我们在讲到 美国的高层官员 那么纷纷的去访华 在凯瑞之前 不是还有就是 美国的财长叶伦吗 那么叶伦 其实的确也花了好多的时间 跟中国大陆的官员 或甚至学者 来进行对话沟通 可是一回去 你觉得到底又做了些什么呢 那中方在乎叶伦的诉求吗 或者说讲拜登政府的呼喊吗 好像也不太在乎了 因为赖老师 我们看到呢 减持美国国债 仍然还是持续的进行中 这个今天呢 我们看到是7月18号 美国财政部公布的 5月国际资本流动报告 显示前三大的海外债主持有量 通通都在下降 第一大债主是日本 减持304亿美元的国债 规模降到了1兆968亿美元 而第二大债主 中国则是减持了222亿美元的国债 这个降到了8467亿美元了 持续还在降 所以不管你美国在那边讲说 不要再卖了 或者甚至反过来多买一些 门都没有吗 你要继续跟我贸易战 我就来跟你打金融战 是这样吗 当然是 因为一方面对于美国的公债 越来越不信任 对于美国政府的这个债性 越来越不信任 所以我觉得要降低风险 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是 所以您看 连日本 而且日本 这样的一个追随美国的 的日本 他都开始在减持了 是 而中国按照速度继续在减持 那当然我们也看到了 叶伦他从中国大陆回去以后 他做了什么事 他回去以后呢 他还是继续在拟定 一个制裁中国的一些方案 目前来讲有三个领域 他说在半导体 在量子 还有就是对于 这个 AI的科技 AI的科技 他三个部分里面 都要继续制裁中国 然后他说 我已经把它限缩很窄了 所以这个不会影响到 中国大陆的发展 我也没有要遏制你的发展 而且呢 这对你的影响也不大 然后呢 也不会影响我们美国人 到你这个地方来投资 你叶伦真的是智商很高 果然是大学教授 但是一旦 大学教授从政以后 智能就马上出了问题 那我现在这样子 我中国大陆本来要 减持美国的供债 要减持600亿美元 是 那6000亿美元 我本来要减持你6000亿美元 那你叶伦来了一趟以后呢 我减持3000亿美元好了 可是可能我最早 我可能只想减持2000亿 但是你这样一讲完 我就告诉你说 我本来要减持6000亿了 我现在再增加了 我现在减3000亿好了 然后呢 我现在只有加根者 对你禁运嘛 那我的菇也开始禁运 我离定池 离电池也开始禁运 我D也开始禁运 但是我已经限缩了 我本来要给你禁运 这个50种 这个稀有金属的 我现在只给你禁运了20种 你看我对你已经很限缩了 而且不影响你美国人的发展 就是用美国的逻辑回来 将你就对了 我觉得很简单 而且我已经很限缩了 我本来要禁50种 我现在只禁20种 我已经限缩到这么紧了 我本来要给你 卖掉美国公債6000亿 我现在只卖3000亿 我对你很够意思 所以中国大陆就是 学美国的逻辑来讲话就对了 我希望是这样子 但是应该不会 大陆不会这样做 但是我为什么要批判叶伦 因为这个很没有道理 你到大陆来 你为什么千求万求要到北京去 你就是希望能够 改善两边关系 那你回去以后 你就应该要对于 你不应该增加新制裁 而你应该要减掉你过去的制裁 结果你不是 你是增加新制裁 你增加新制裁 你还说我这是对你好 你把别人当傻子 没有人是傻子 所以既然不要当傻子的话 那就继续卖了 美国国债继续减持 而且我跟大家说 刚刚我们只讲了前面的两 排名第一跟第二 分别是日本跟中国大陆 其实还有 台第三的是谁 是英国 英国也是继续的减持美国国债 减到了6666亿美元 所以英国还不也是一样 就算是好兄弟又怎样 还是要继续减持美国国债 但是另外我们看到 美国的官员 这个当然都很想要跟中方 恢复高层的对话 那结果现在看到的是 中国大陆的国防部长李尚福 他现在看起来就是不理 美国的国防部长 美国的军事将领 但是他愿意见谁呢 他愿意见的是美国的前 国务卿季辛吉 7月18号 两个人见面了 季辛吉还说 这次是作为中国的朋友而来 美中都承担不起 把对方作为对手的代价 是不是因为这是关键字 因为是声称自己是中国的朋友 所以就可以见得到李尚福呢 那么李尚福还说 中国大陆走的和平发展道路 是世界之福 美方应该要有正确的战略判断 那么就连后来7月19号 王毅见季辛吉 王毅也说中方真是同老朋友 建立的友谊 这不就是在回应季辛吉了吗 帅将军 想想看不简单 季辛吉多大岁数了 百岁 百岁了 他飞到北京去 他的论调 这是中国大陆所主张的 没有必要搞经济制裁 没有必要把自由产业的工业链打断 那季辛吉的论调跟中国的论调是一样的 当然是高规格接待 何况中美建交是季辛吉的 这个传媒引线人 对不对 所以中国大陆的态度很明显 刚刚赖教授讲了半天 就是我们常常见到商人 先涨价再打折 对不对 折扣的东西比以前更贵一点 那你美国玩这个把戏 所以中国大陆在外交上 也有这种差别待遇 李叶伦来也好 这个John Kerry来也好 布林肯来也好 就是这个态度 基辛吉来我抬高一点 对不对 所以这个问题 美国现在百般想示好 制造这个橄榄枝都失败了 连莱清德的行程都受影响 对不对 那就是说他摆出来姿态 拜托跟我们拜登见一面 那习近平现在就不吭气 就看你这样玩到什么程度 是 所以美国是一边在这边加码 秀肌肉 搞什么东西 拉拢联盟 一边又派代表来示好 这就是我们看的很简单的法则 先涨价后打折 刚刚我们其实在谈 那这次李尚福跟他这个会见 其实我看了一下这个纽约时报 也有特别针对这件事情做了一个报导 因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 也对此做出了一个回应 就说其实拜登事先知道 基辛吉要访华 有这一趟访问行程 但是这个好像就讲说 因为之前其实基辛吉回去以后 会跟这个美国的拜登政府报告 所以这次也不排除有这样的一个可能 不过这个里面呢 他又强调 这个发言人强调说 他访华是自愿的 不是在替政府行事办事的 但我们在想 有没有可能负责传话呢 那就像刚才在讲的 你说是不是要为这个习拜会来铺陈 会不会基辛吉也是 或者是为两国的防长的对话来铺陈呢 其实我觉得基辛吉 应该不是很单纯 我们只是私人要去拜访 应该不太是这样 拜托他已经一百岁了 要飞一次也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那在拜登这边很明显 他不断的派人去大陆 虽然话都对外都讲得很硬 可是那是为了应付国内 包括在野党的这一些要求 所以他必须要展现 比较强硬的一面 可是显然拜登是希望能够快速 让美中之间的关系稍微缓和下来 因为这样对拜登相对是比较好运作 也比较有利 所以我觉得基辛吉 虽然美国政府一直强调 这是他私人的行程 但我认为他一定有 他们私下一定有拜托他做一些事情 那基辛吉也会试探性的去 去跟这些中国大陆这边相关的表达 那你说他们是特别独厚基辛吉 然后不理美国其他人 其实也不是 因为基辛吉本来就 第一个一个百岁老人 你都给他讲以闭门跟也太 那个人家都可以飞过来 你难道不让他来吗 那再来他他传统上也算是 中国大陆有人 那更重要的是 我觉得中国大陆也知道基辛吉的来意 所以也是想要透过这种方式 因为有一个有一个老人家 愿意在居中斡旋 大家也都势必要多少 给他一点面子 所以我觉得有他相对缓和 美中之间的情势 这是一个好的发展 只是说他到底能够做到多少 因为毕竟美国现在整个反中抗中 还是一个主流的思想 所以基辛吉大概能够起到一些 缓冲的作用 但是你说真的能够达到多大的成就 我个人认为也是非常困难 是啊 不过就在这个节骨眼 赖老师那你看 美国一直要跟中国大陆 要恢复军事对话 想要要不到 你说日本在旁边看着看着 他难道没有自己的打算吗 看起来日本是不是也学聪明了一些呢 所以他们有自卫队的代表团 去访问中国大陆访问北京 然后跟解放军智库的成员来见面 做了一些拜会 这变成是中日军方近四年来 首次的面对面交流 而且不是只去北京 他还去青岛杭州西安等地的 跟解放军去接触跟交流 那照现在目前这样子来看的话 那到底日本是不是有自己的路要走啊 赖老师 对日本本身确实是很想要弄清楚 解放军的意图是什么 也就是说解放军对于日本的领土 有没有企图心 然后解放军对于他今天强大以后 对于过去日本侵略中国的这笔账 到底要算还是不要算 因为我曾经指导过我的一个硕士生 那我们到日本做了一个田野的调查 那我们发现日本的精英 尤其是大学的这些教授 还有右翼的他们一直不相信 以德抱怨这个概念 因为他们认为中国大陆在蒋介石的那个时候 是因为大陆弱 所以他没有办法 所以他就只能够用以德抱怨 可是因为他认为儒家的思想中 就以直抱怨 以德抱德 以怨抱怨 了不起就以直抱怨了 没有以德抱怨 所以他们是认为说 当中国大陆一旦强大以后 会不会会要回来 他们一直很担心这一点 那我觉得他们这一次到 解放军这边来直接交流 他们一方面有想要弄清楚这个意图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他们本身也在担心 美国目前来讲 在战略上好像在转进 也就是从第一岛链 已经转到第二岛链 那他们在日本的这一些军事基地里面 已经把固定的这些设施都移走了 那留的都是属于机动型的设施 也就是船来了船可以走 飞机来的飞机一飞就走了 陆战队的人用艺术机一送就拿走了 这样的情形下的话 日本也开始有担忧 说如果真的按照安倍晋三当初所说的 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而安倍晋三当初也想把美国拉下水 也就是美国有事 美国说没这回事啊 后来岸田文雄才发展出 所谓的台湾有事就是全球有事 但是欧洲的国家北约一说没这回事啊 那是你日本自己有事啊 这个时候日本一发现他事实上他孤单了 他很孤单了 他孤单了他该怎么办 好像要独立作战被美国推上火线了 对所以他一定要缓和跟中国大陆的军事的关系 大陆也有意思要缓和跟日本军事的关系 虽然日本的军事跟中国大陆不是同一个量级的 我只举个例子 大陆的兵力有200万人 日本不到25万人 那也就是说不到中国大陆的八分之一 日本本身的这个防卫议算才500多亿美元 而中国大陆有2500亿美元 所以是五分之一 可是如果你以物价来说的话 那日本基本上就更少了 那不是同一个量级 日本了不起只是中国一个战区而已 不要讲说五大战区了 所以日本自己也知道 他没有办法跟整个中国大陆开战 不是对手 而且对日本也很不利 那你想想看对日本来说他该怎么办 所以我觉得以目前日本跟中国大陆 进行军事的交流 他基本上来讲是想要建立这个管道 而他建立这个管道的时候 他当然会让美国不开心嘛 所以我们也在观察 美国跟日本之间他们的信任 会不会因为中国这次让日本的自卫队到大陆去访问了这么多天 会不会使他们彼此的信任关系产生一些变化 如果一旦产生变化 这个蛮重要的 对啊 要不然的话之前秘力不是才去逼这个日本 日本他们要承诺说如果美国介入的话 日本要出兵 那日本拒绝 然后他们就说那你的军事基地要被我使用 拿来攻击中国大陆 日本也拒绝 因为日本担心我一旦同意的话 到时候如果中国进行源头打击 而美国就跑了 那你日本就变成你要反击还是不要反击 可是你国内已经开始被攻击了 那这个时候对日本来说 他跟中国大陆是不是直接交战了 对啊 所以帅将军 那因此是不是我们现在看到就是 日本其实之前才根据这个智库做的一个兵推 然后里面就是有这一段 说美国要日本的海上自卫队在台湾周边 搜寻中国大陆的浅见 日本没有做出任何的承诺 这就是日本的态度 然后你看再加上现在呢 这个中俄还在联合的军事演习 而且就到了你日本海这边了 那当然了 对于日本来讲 越看越担心 美国这个做法 套句我们最通俗的话 叫逼梁为昌 我对日本的了解 当年我们跟美国来往的时候 李登辉叫我跑到日本去跟他 日本自卫队正式不敢接见 他们只敢退降跟我们交流 我们就发现自卫队的 它基本的组织形态 它不像一般国家的这个国防部的军队 所以他讲日本人自己都骂 不是一个正常国家 因为他的自卫队有一半好像是不用兵一样 这是个职业 这是个职业 那这种人并不是说为了国家意志 就是牺牲奋斗那种 那种军队的那个氛围不一样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自卫队这个特性 你记得吧 以前日本有一个非常激烈的三岛游济夫 很有名的作者 就骂日本没有出息 这个 他看不起自卫队 那自卫队还有一个问题 说你的宪法里面是自卫 不能出兵 那我到处听谁的 对不对 我有没有意愿出兵 刚刚赖教授已经讲了没有能力跟中国大陆去对拼 第二个我就分析刚刚讲的就是自卫队他的性质 你宪法没有修 美国这种要求是逼我去跟中国大陆表态 你去侦查大陆潜见 那就是有明显而正确的敌意 你给大家看 这次日本去的是什么人 统合幕僚兼部后方补给市长 为什么这个人去 因为日本以前只承诺说 美中有事的时候 他只提供后勤补给 美军基地的后勤补给 那他是不是要去表态 我不支持还是支持 这个 点这个菜 我相信是大陆点的吧 要不然怎么会 你是参谋长去 副参谋长去 整个的防卫政策的 他这个是一个后方补给市长 那换句话说就是说 你日本是承诺了给美国军地 协助美国军地跟中国开葬 这个可能是中国要的一个答案 所以我的估计啊 日本无论从实力面 能力面 意愿面 完全听从美军指挥都不多 而且还担心 城门使火持欲遭殃 你这么多基地在我日本 万一干起来的时候 中国大陆的导弹 是打这个基地还是 误极到别的地方怎么办 是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 日本是个很谨慎 小心的民族 所以这个时候 政治人物喊着正天驾响 我要参加北约 要干嘛干嘛 军人向来是比较稳重的 我跟你讲 全世界军人都一样 最稳重 因为非常清楚 战争带来的后果 不是自己能力能够解决的 也扑灭的 或者是做一个斡旋的 因为这个是操纵在文人手上 对 所以这个时候去 可能跟中国大陆 有相当的了解 所以他不是一天 对不对 那去的身份 我也觉得很怀疑了 第三个 救能力救意愿 他日本都没有办法说 台湾有事他就有事 你想 他参入这个战争 他得到什么利益 是是是 兵力动 对啊 而且其实面对的 他不是只面对中国大陆 还加上一个俄罗斯 对 对 韩兵 那你看像我刚刚在讲 就是说这次的这个 北部的联合2023的演习 那其实不光是在这个地点 这个日本海这边 那但是呢 其实要看的是 中俄战略是不是互信达最高点了 因为是首次喔 中方的兵力是首次从俄国的机场起飞 哇那你说 最近其实日本自卫队不是才做了一个统计吗 他4到6月份的时候 他紧急升空238次 比去年同期还要来的更多 那7成都是为了要应对大陆解放军 那另外剩下的三成是应付谁 就俄罗斯啊 所以有一个中国大陆再加上一个俄罗斯 让日本很头大 那可是没办法 在军事上面很明显的 中俄就是被靠背 其实日本的智慧队已经叫苦连天了 因为他们穷于应付这些不断来 来侵扰的这些飞机喔 他们人力已经捉襟见走 他们包括维修包括这些 已经让他们整个压力非常大 那刚刚你那个数据稍微有点错 就是他7成是中国大陆来的没错 2成是俄罗斯 我比较好奇的时候 他说还有一成左右是其他国家的飞机 那是谁 我就觉得很奇怪 到底是哪一国 有谁敢没事飞到日本去 除了中国大陆跟俄罗斯之外 难道是韩国吗 所以因为我想不是台湾嘛 我们台湾人没那么无聊 没事不会飞过去嘛 那这一成到底是谁 因为如果是美军那不算飞过 因为美军的基地觉得他国土里头 所以那一成到底是谁 我一直很压抑 那但是对日本来讲 他现在已经陷入这个麻烦当中 而且他无法自拔 因为美国其实排定他的战略就是 我自己退出第一岛列 你要负责帮我顶着 他的战略设定就是这样子 那你日本现在就算划头说 我不想去去帮忙做反航 我不想说没有用的 因为到最后的结果 他还是要被逼着印上 这个他逃不掉了 没办法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日本接下来 你没有注意到 上次密地就已经讲了吗 他希望日本再增加一倍的预算 他国防预算要调一倍 等于日本这样一个 理论上来讲 一个连军队都没有的国家 他必须要把国防预算调到 一千亿美元以上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其实很简单 这个状况就是 美国人没钱啦 我要你帮我付钱 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觉得日本未来就是 基本上已经变成 美国失职的冤大头 就是负责去扛这些东西了 那中俄之间 因为俄罗斯现在他不得已 因为他现在已经把所有的精力 全部放在乌克兰战事上 他的东部防守已经空虚了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他如果不选择跟中国大陆结合 他没有办法去应对美国 带着日韩去给他加的压力 所以他过去本来不愿意 对中国大陆开放的东西 他现在不得不开放 所以未来中俄同盟已经形成 而且在这个同盟里头 中国所占的份额 恐怕是比较大的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我个人觉得美国在 东亚这边不断的施压 其实是造成俄罗斯 就是投向中国大陆 然后造成日韩不断的被削弱 对啊就是我们之前 其实在跟赖老师直播的时候 就讲过嘛 就是要开放什么海参崴 对啊这个其实就是 可以对啊 可以让中国大陆跟俄国合作 就更加的贴近 好可是赖老师 我们最近看到马克宏 常常对很多事情很有意见 他最近密集的开跑 哇最新的这一桩是什么 他对欧盟的一个决定 非常的不满 为什么 欧盟27个成员国是都没人了吗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你非要用一个谁 非要用一个叫做 Fiona Scott Morton的 这个耶鲁大学的教授 来出任反垄断这个部门的要职 他就觉得奇怪了 然后马克宏怎么说 他说连中国美国都不会这样做 但是是谁让这个教授 就放在这个位置的 这背后难道有美国的实力吗 当然有 因为这是冯德莱恩做的一个决定 就是他 对就是他做的决定 那本来会员国就已经跟这个 欧盟的支委会的主席 冯德莱恩已经有反应了 说你不可以这样做 但是冯德莱恩很明显的不理会 不理会以后呢 就用了这位美国的一个大学教授 你刚刚讲耶鲁大学的一个教授 管理学院的教授 他本身也在谷歌做过事 也在Google也做过事 所以他本身跟美国的企业 有很深的关系 各位想想 一个跟美国企业有很深的关系 却担任欧盟的反垄断的一个审查员 是 他要评估什么 反垄断调查 并购 政府补贴 然后甚至还包括对美国企业的监管 这个是多严重的事啊 因为如果一旦调查出来 评估出来了以后 通常欧盟会客与该企业 都是天价的罚款 那你今天用了一个美国人 来审查美国的企业 而且呢美国的谷歌 Amazon等等 他们是在于欧盟是最垄断的 而且已经被罚了好几次了 对 有先例 而且欧盟都要求他们要改善 而且要求他们要开放 这些数位马等等的 那这些企业都不理他们 宁可缴罚款 也要继续做生意 因为他们利润实在太高了 够高 那当时在还没有审查出来之前 就已经有反应了说不可以这样做 那结果呢冯德莱恩还是硬要这样干 结果马克宏就发飙了 他说我没办法接收 结果今天已经新的消息出来了 这一位当事人辞职了 因为他知道法国还是欧盟的 最主要的领导国之一 目前来讲德国本来国力是比法国还强的 但是由于他的政府太分歧了 目前来讲法国排第一的情形下 他知道他这样推动不下去 结果辞了 但是问题就在于欧盟已经有很多人质疑 说你冯德莱恩到底跟美国有什么关系 你跟他太亲密了 你几乎都在执行的是美国人的利益 而不是执行的是欧盟的利益 这个对冯德莱恩是一个大挫败 而且也失去欧洲人对于他的信任 特别失去欧洲的会员国的这些国家的领导人 不管是首相总理或者是总统 对他的信任 他的职位其实会受到质疑 因为很多人开始会看他了 我就想起这个机体 就是澳洲的前总理说 你这个北越的秘书长 我高度怀疑你是根本就是美国的特务 其实我觉得马克龙也可以说 我高度怀疑你这个冯德莱恩你是美国的特务 你怎么专门是站在美国的利益 而不是站在我们欧盟的利益 来思考问题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我的推荐码 CTI-798 CTI-798 有额外的折扣喔